农历七月鬼月 好莱坞不落人后 趁势推出了号称 今年最恐怖的电影鬼修女 并且在洛杉矶的手印会上 铺起了黑地毯 请看东三新闻记者杨平俊 来自好莱坞的独家报道 看黑布蒙面的修女 一整排站上黑地毯 一动也不动 让人毛骨悚然 新篇鬼修女的手印里上 不仅有电影里的恐怖修女 真实登场 甚至连饰演鬼修女的魔头影星 巴尼奥罗斯 也以吓死人不偿命的气势 而在片中对抗鬼修女的 泰沙法加密 则一身性感低胸顽利服亮相 不再穿着保守的修女装 我已经跟Bonnie Aarons 但她最喜欢的事是 尝试我 尝试我 那是她在片中的时间 从安娜贝尔 到丽莺宅 电影里的妖魔鬼怪 一个比一个还要强 而这一次饰演想妖 出门的男星 德米安·毕奇表示 鬼修女的强大恐怖力量 甚至到了手印会 都无法抵挡 华人传统的鬼乐 还没有过完 西洋片中的鬼修女 就来参与一角 二代观众一起揭晓 人性当中最黑暗的一面 以上是有东西新闻 英雄问杨平俊 在好莱坞的采访报道